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期QO飞车带来的这个是新车 铁血汗降的一个试玩 这个车的话呢 其实我前几天就拿到了 因为是一直没时间给大家做 这个活动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获得 然后这个其实车我觉得非常比较值得去入手了 这个车 首先我个人觉得样子非常的霸气 他的定位血量越扯 而且他的这个特性耐壮非常的耐壮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去打一把道具赛 那么也是希望陈老师视频呢 给大家带来开心 快乐我把音乐开起来 然后的话道具赛的话 我们其实我已经打完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录像 这一把打的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是排位道具赛 这一把地图是冰火之都啊 这个地图的话呢 我不是特别熟 但是而且关键点 我们这一把队友一开始就掉下了 所以说整体的话 我们是把二打三 好 起步加速非常的完美啊 我们这个引步完一开始就掉线了 吃到这个道具之后 我们第一个是什么水蚊子 是吧 来给给来个水蚊子 好 这波的话 我们飘一飘一下 像铁血 和这个车是比较的耐壮 所以说在这种狭展的弯闹 跟敌人撞击的时候呢 他还是能保持自己车的这个重心 让我们自点细下 这边龙卷分 我们稍微靠墙靠一下 道具赛的话呢 其实只要你自己团队中有一个人获得第一名就OK了 这边我们拿了 哎呀 没事 我们故意让他第一名 我们放水蚊子啊 不要在这些细节 这边的话 吃到飞碟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断位飘移 但是没想到我连续吃到两个飞碟 那就非常尴尬了 如果一个飞碟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断位飘移去整一下 然后这边我放了个龙卷分啊 直接晕到了对面两个 这边的话 导弹放一个 本来我是想冲到上面去了 但是直接 对面还是非常的会玩啊 不让我超近到 直接给我在这个时刻 给我放了个水蚊子 非常的尴尬 那么没有办法了啊 这边的话 我们队友是拿到一个闪电 但闪电他应该传给我 但是他没有传给我啊 好他用 好我这边护盾是 护注的对面一个乌贼 这个乌贼的话呢 好的 我这边拿了个子宝 乌贼的话 在超近到的时候 还是很有做的 这边水蚊子 啊的天难受啊 这边子宝 然后我这边水蚊 我们这个护盾防住的 对面的这个乌贼 非常的nice啊 这波我们也给 对面来个乌贼啊 然后这波吃个道具 好火箭弹 来一颗兄弟 再见 蹦一下 好的炸中了 再是前面两个龙卷分 这一波的话呢 我们就慢慢 这是最后一圈啊 第二圈了 这边我有个护盾 先别急着交 我这个护盾 等一下我想超近到用啊 这边来磕导弹来 我吃到个自爆 这边吃到香蕉皮啊 这边操作有个小小失误啊 这个护盾我 OK啊 这一波的话呢 这波我要冲到上面去了 但是直接 对面给了我一个乌贼 想分我视野 但是没有用啊 然后这一波的话 还差点呢 我们直接超近到 好的 nice 直接第一名 这边我有个护盾 两个护盾 再加一个天使 一个护盾 两个护盾 完美 那么这一把 我们是用铁血汉将 二打三是赢得了 这个道具赛的 这个第一名啊 因为道具赛 只要你团队中有个人 或者第一名 那这场比赛就算胜利了 那么这个车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